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三国演义中 貂蝉被称为天下第一美女 连吕布和董卓都拜倒于她的石榴裙下搅动了天下风云 吕布拜王以后 貂蝉失去了踪迹 于是不少人都非常好奇 貂蝉去哪里了 貂蝉究竟是何来历 为啥这么神秘 事实上 三国演义中的貂蝉是被创作出来的人物 在正史中根本没有貂蝉这个人 不过 罗冠中在撰写《三国演义》这部剧著时 也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 他不可能单凭想象 就把其中的人物完全创作出来 所以说 貂蝉虽然是一个虚构人物 但是在历史中 他还是有原型的 作者只不过是在这些原型上稍加修改而已 而说起貂蝉的原型 则主要是以下两人 貂蝉的第一个原型 乃是董卓的侍窃 正史中 吕布之所以会背叛董卓 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是董卓为人暴虐 反复无常 他虽然弃中吕布 但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责备吕布 还曾治出手机 差点击杀吕布 令吕布非常不爽 二是吕布和董卓的事且悠然 他担心东窗事发 所以一直提心吊胆 在这两方面的因素趋势下 吕布最终选择了和王允合作 诛杀董卓 在这个历史原型的基础上 罗冠中创造出了貂蝉 只不过相比于正史中的事且 演绎中的貂蝉更加立体 演绎中 貂蝉自小就被王允养在家中 还被交易舞蹈 很明显王允是把他当交集化来培养的 等到了挑拨离间 吕布和董卓的关系时 貂蝉更是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在演绎中 董卓和吕布都是人精 他们之所以会反目 完全是因为貂蝉在其中挑拨 一开始吕布侠认怂 毕竟他在董卓手下干事 董卓看中的女人 他自然不能去抢 但貂蝉却在吕布面前 故意展示出一副造人强迫的样子 并表示自己一直爱的是吕布 让吕布感觉到自己的女人被抢 只能去和董卓般手腕 毕竟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 还混什么混 后来董卓见吕布对貂蝉有意 不想因此和吕布反目 恰好手下又圈见董卓 于是董卓打算割爱 把貂蝉送给吕布 哪知道貂蝉又楚楚可怜的 表示自己爱的是董卓 不愿意离开董卓 要是把自己送给吕布 他宁愿死 董卓一看 要是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还当什么主公 于是他也决定和吕布斗下去 就这样 在貂蝉的挑拨下 吕布和董卓最终反目 王允的计划最终成功 东汉的权力再次回归皇室 可以说 就貂蝉在吕布和董卓 反目事件中的表现 再加上他为报答王允 为报效国家 而英勇献身的表现来看 演绎中的貂蝉来看 绝对算得上是一位 有勇有谋的其女子 令人钦佩 貂蝉的第二个原型 乃是吕布手下秦一路之妻杜夫人 在三国正史中 秦一路乃是吕布的手下 而徐州期间 吕布和刘备 曾有一段蜜月期 所以说在此期间 关羽认识了 秦一路的妻子杜夫人 杜夫人生得非常漂亮 让关羽惊为天人 于是在和吕布翻脸后 关羽直接对曹操请求 等击败了吕布 他想要秦一路的妻子杜夫人 对于关羽的请求 曹操是欣然同意的 毕竟就是一个女人而已 要是能因为一个女人 就俘获了关羽的心 那绝对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关羽对杜夫人的喜爱 竟然会到达如此痴迷的地步 即便曹操都已经同意了 成破以后 把杜夫人赏赐给关羽 关羽仍然多次上门 提醒曹操 令曹操非常生意 这个杜夫人究竟有多漂亮 曹操想要看看 能让关羽如此痴迷的女人 到底有多漂亮 结果她也和关羽一样 被杜夫人的美貌所折服 再加上曹操 本就是性情中人 于是曹操决定 只能对不起关羽了 杜夫人她要了 就这样 貂蝉的第二个原型 成为了曹操的女人 在三国演义中 也用了这么一句话 来暗示了貂蝉的结局 将吕布妻女栽回许都 大靠三军 拔窄半施 总的来说 三国演义中的貂蝉 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人物 而她在历史中的原型 主要有两个 这便是董卓的侍切 和吕布手下 秦一璐的妻子 了解了貂蝉的来历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貂蝉和关羽的关系 貂蝉和关羽的关系 要了解貂蝉和关羽的关系 其实重点不在貂蝉 而在于关羽 因为 貂蝉是被人为创造出来的人物 关于她的故事 并不是非常多 她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故事 主要是因为大众 对关羽的角色定位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一开始的时候 关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猛人 是东汉末年 鼎鼎大名的猛将 当时大众对于关羽的定位 乃是真正的猛汉子 着重于突出她的英勇和真实 于是便出现了 关羽和曹操强女人的故事 书记 曹公与刘备为吕不于下批 关羽起功 不使其一路行求救 其取其妻 功须之 临破 又吕启于功 功仪其有一色 先浅盈看 因子留之 于心不自安 此一阶段 众人对关羽的定位 乃是有血有肉的名讲 比较真实 所以 关羽和貂蝉的故事 大多和她的第二个原型 杜夫人类似 然而到了后期 随着众人对关羽定位的神话 貂蝉的故事 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自宋朝开始 众人对关羽的定位 愈发神话 刚开始 还只是让关羽做王 后来他们 直接让关羽成圣 成神仙 认为关羽 乃是三界伏魔大帝 神为远镇天尊 关圣帝君 忠义神武 灵诱人勇 关圣大帝 而既然关羽成神成圣了 那么他就不应该有男女四请 不该有和曹操强女人的故事发生 这由备于关羽的神性 于是大众在创造故事的时候 决定否定关羽好色的特点 维护关羽圣人的形象 于是在这个背景下 关羽越下斩貂蝉的故事 便被创作了出来 后来 随着关羽的身份定位 越来越高 那些读书人又觉得 让关羽出手斩杀貂蝉 似乎玷污了关羽的名声 毕竟关羽成圣了 在出手诛杀一个女人 面子上说不过去 于是貂蝉自尽的故事 便被创作了出来 在这个故事中 关羽乃是圣人的化身 当初他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位夫人 甘愿投靠曹操 这其实是他中意的表现 若不是出于对刘备的忠心和义气 他完全可以一走了之 关羽虽然表面上投靠了曹操 但是他并未真心归顺曹操 并且他还和曹操约法三章 表示自己找到刘备的踪迹后 可以自由离开 于是曹操慌了 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笼络关羽 结果都惨遭失败 最终曹操决定 让号称天下第一美女的貂蝉 去引诱关羽 让她说服关羽 归顺曹操 然而关羽可是忠义的化身 他可是无圣人 他又怎么会被儿女私情所作用呢 所以说貂蝉引诱关羽的结局 必定是失败 但失败还不够 古人觉得 必须让貂蝉被关羽的忠义所感化 让貂蝉为自己的无礼而自残行贿 让貂蝉选择自尽 这样才能够更加衬托出 关羽的忠义、神性 于是 在关羽刚正不恶、坐怀不乱 大人大义的表现下 貂蝉被感化了 选择了自尽 到了现在 各种思潮涌动 被神化的关羽 又受到了大家的质疑 于是众人又在关羽和貂蝉之间 创造了不少移拟的故事 而这一切 其实都是因为众人 对关羽的身份定位 发生了变化 不同身份定位的关羽 需要不同的貂蝉去配合 所以貂蝉的故事 才会有这么多版本 总的来说 貂蝉的故事变化 主要是因为大众 对关羽的身份定位 发生了变化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当关羽成神成圣以后 众人觉得 要让貂蝉 被关羽的忠义所感化 最终选择自尽 这样才能更好地 衬托出关羽的伟大 于是曹操将貂蝉送给关羽 第二天 貂蝉便自尽的故事 被创作了出来